它裡面除了芋泥之外還有芋頭塊 嗯 所以你綿密口感之間 它還咬到那個芋頭的香氣 哦 好像15塊很便宜 它15塊蠻大塊的耶 嗯 好啦 那我們第一天來到這個 阿波芋頭 就在這邊 它那個中樂路跟文化路的交叉 賣滿久 我們就來吃吃看這間好不好吃 GO GMA NOW GMA 個租還在這裡 原來是1塊15元耶 價15塊 對啊 從外面都搞不得 哈哈 做四手道 阿嬷妳再說一次 啊 說一次 妳說 妳說一次 妳如果不好吃 要做四手道 可以 我如果不好吃 要做四手道 阿嬷 欸好喔 我要吃囉 剛剛阿嬷講得那麼驕傲 他來吃吃看阿嬷的驕傲 阿嬷剛剛說 果肉不好吃 我會做四三 我現在看到他的表情 他透露的一種驕傲感 然後我剛剛在旁邊看他製作啊 他芋頭量其實給的很多耶 之後再裹骨下去炸就變得了 欸其實我好像沒有吃過 這一種物沒有吃過嗎 沒有吃過 有吃過圓形的 喔圓形 對對對有圓形的 方形沒有 然後今天有人訂了 多少 334個 334 我的天 訂的人 可能從三天前就開始做 因為阿嬷的速度也慢 好好吃喔 喔喔漂亮漂亮 喔 我覺得蠻好吃耶 這樣我覺得 現在應該會更好吃 他雖然現在就是放了有點涼 但是他表面的皮 沒有太多的那種油味和油耗味 我覺得他吃起來 算是比較乾爽的 然後他裡面那個 那個芋頭啊 甜甜的 就是芋頭的原味的那種甜 不會那種很甜很甜 再加上外面的那個餅乾 他有一種那種牛軋糖餅的那種感覺 只是他裡面包的他不是那種綿芽的東西 不是他包的是芋頭 所以那個芋頭的甜味你一吃進去之後 你越咀嚼呢 然後甜味就是會越來越濃 越來越濃 這個東西搭小點心還不錯 而且我覺得我個人的話 我會是希望吃熱的 可是就算放冷了 我覺得還是好吃 因為沒有什麼油味 1塊15塊不要再苛求了啦 很大塊 然後還可以吃得到脆度耶 喔喔 真的很強耶 打眼 快點快點 我喜歡 欸 好吃耶 而且不會很甜耶 我覺得他真的很好吃耶 他裡面除了玉米之外 還有芋頭塊 嗯 所以你綿密口感之間 他還咬到那個芋頭的香氣 喔 好像15塊很便宜耶 他15塊蠻大塊的耶 嗯 很強喔 他就是像那種 外面的營養口糧那種餅乾 大的那種餅乾那種 他就是啊 他在芋頭自己做 餅乾還是現成的 對啊 好強喔 而且店很不錯耶 很值得大家直接買100塊 7塊100 這樣少5塊錢 對 因為15、7塊才100塊 嗯 再買回去 因為你看現在放了很好吃 代表你回去之後 放了很好吃 你這個晚上 你明天吃 或是你用氣炸鍋 回炸一下都好吃 我這要講而已 好吃 真的好吃 對啊 好 好啦 我們吃完了 老實說我真的覺得 這一間啊 他的芋頭餅 還蠻好吃的耶 要不是今天如果要吃很多啊 我可能還會買他的那個 蜜蜜瓜 看看有沒有比那個 台南新化那間老變強 好啦 最後啊 很推薦大家如果有來嘉義 除了來吃鵝肉之外呢 可以順便來這邊買一下 買個7塊超便宜的 便宜實在又好吃 最後樓下 喜歡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 叫做小鈴鐺 不要再感動喔 我們下集再見啦 掰掰